作词 工作室 作曲 工作室 作词 工作室 作词 工作室 作词 工作室 作曲 工作室 作词 工作室 作词 工作室 谢谢那边 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军解小姐姐来跟我们讲他的一个Kofik 就是关于一个简历分享的问题 好的 刚刚就跟朋友们聊了很多面试 但是也有很多简历 那我这边想比较详细的说一下关于简历方面的问题 那我觉得很多人会 大家知道就是一个简历上是要写什么 但是有很多的雷区 我等一下会提一下 首先我想讲一下关于简历怎么去安排 首先可能大家在网上会搜到很多很多简历的模板 然后大家都知道要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安排它 怎么样去把这些内容比较好的分配在一个简历上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研究的问题 而且每一个人我觉得我们的专业被解 和我们的工作经验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怎么样去安排它 怎么样去让自己被不一样的公司 不一样的工作给它选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就希望大家只写两页简历 不会超过两页 如果你真的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写的可能三页 但是我觉得太多了 尽量是在一页到两页之间 首先第一页呢 我这里写的一个order就是 你怎么样去分配的这个一个简历的一个顺序 那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你们的读书 就是你们学习的一些内容 你们可以改变一下这个顺序 但是我觉得这几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是一个short summary 这个summary呢 就是说讲一下你自己到底是一个准备好 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人 这个summary可以写 或者有的人会写job objective 他们career objective 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那这一块地方你写的行数 不要超过三行 我看有个同学写了好多好多 一大段没有人会来看你那个 那个summary的 只有当hr或者是那个hiring manager 看到那简历以后 他才会瞄一眼你的summary 所以尽量在两行到三行之间 好第二个呢是写的是 我写的是一个skills 我觉得这个skills啊 可能大家会比较忽略这一块 我看有的同学是没有写的很 很就是简洁的skills 或者是没有把这个skills写在他的第一页 放起来第二页或者第三页上面 这个skills呢 我是这样一个建议 不要把那个skills写成一个一句话 也不要写成一个段落 你要把你的skills写成一个bullet point 然后呢我是建议大家写两列或三列 然后呢把你的一个 要找的那个工作的 它的要求涉及到的那些技术 比如说你要找一个data工作啊 你可能会需要你懂sq啊 懂python啊 或者是你找一个开发的 一个developer工作 他可能需要你懂 懂一些根据你的那个 那个coding有关的那些 programming有关的那些skills 你可以写在上面 还有可以写一些 比如说stayholder management 或者是process improvement 或者是你可以写一个词 比如说solution design 你把这些关键点的这些词 写成一个bullet point 写在你的skill path里 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筛选简历的时候 他们会通过keywords 根据那个工作的keywords来筛选你 那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马上就收到你的简历了 就会把你给过滤掉了 所以这是一个写skill的时候的一个窍门 就你怎么样去写一个skill 然后第三个我写的是awards awards也可以写 就比如说你学校里面 得到过什么样的奖啊 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 你因为performance非常好 你得到过一些什么奖 这个也可以稍微列一列 在第一页 你可能不用放在 放在比较中间的位置 可能放在比较下面也行 然后是一个key achievements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也可以放在你的job 就是那个responsibility的下面 或者说你有 要强调你 比如说你的 比如说你要找一个data analyst的工作 那data analyst最主要的一个是 data analytics skill 还有一个就是stayhold management 你可以就列这 就这两个点 然后写一下你的key achievements 写在你的简历第一页 就是每一个大家写两行吧 就是强调你有这个skill 那我打新号第二个expertise offer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career snapshot 这个东西我觉得呢 是看你的情况了 如果是在校毕业生 我觉得就不要 不一定要写这个 如果你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 你可以写一个snapshot 这个就是说你 把你的最近的 就是最主要的这两个工作 工作职位和公司 就是这样写两个 写两个bullet points 就是告诉他们 你已经有了 这两个比较知名的公司 或者是你的 比较相关的一个职业的 一个职位的一个career 这个我觉得 大家可以考虑啊 不是必须要写的 然后是一个education和certificates 如果你第一页安排的过来的话 因为我自己的简历是这一页 这些我全部都写了 就正好好好写完 但是你的education和certificates 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你可能放在最后 第二页的最后 如果你有experience的 工作experience 非常非常和你找的工作有关 那我就觉得 不一定要写在第一页 你可能把那个education 放在最最后面就可以了 然后是一个technical expertise 我在这个点上呢 我自己是写了一些 关键的一些 software的那些keywords 比如说你如果找 accounting工作 你可能会 你懂一些software 比如说my-op 你可能会 你excel 你可以写上去 对吧 microsoft excel 和这种写上去 那很多做developer的人 肯定会很多很多语言嘛 你就把你所有的 知道的那些语言 在一行里面 列开 列一行就行了 就写在最底部 那我觉得第一页的重要性 是在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一定要很强调 你自己的skill和你的 你的experience 你的knowledge 是跟他的用人单位 想要的人 是非常非常符合的 这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很多时间 他们是没有时间看你第二页了 所以他只能看到第一页 那你第一页 尽可能的就是 字一定要少 然后呢 就是一定要写成 就是跟他那个工作 非常相关 就是一个关键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简历第二页 第二页 主要就是写一个work experience 然后我觉得第一页 如果你有一些空间的话 你可以写你最最重要的一个work experience 写在你的第一页 那第二页可以写一些之前的experience 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我觉得你一个work experience里面的responsibility 基本上不要超过五个点 最好是在三到五个点之间 然后写完以后呢 写一个achievements achievements可以写一到两个 但是achievements千万不要写 我做得很好 或者是我得到了我上次的表扬 千万不要这样写 你一定要show numbers 什么叫show numbers 就是说你在讲你achieve什么 你一定要说 比如说我因为做这个 我的performance是rated 比如说number one or number two 或者是你说 我因为做了这个data insights 导致我们这个组的performance 增加了百分之多少percentage 或者我们比如说 为公司省了多少钱 你一定要有一个number 因为你知道一有number 然后你自己感觉吗 你再看一个东西 一看number 你马上看到它 你没有number 没有数字 人家没有时间 就看不到你 你知道吗 你就写了再好都 可能都没有被重视 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然后有一个section 你可以写一个previous work experience 这个是给什么样的同学 可以考虑写的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最近的 比如说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经验 是跟你现在找的那个公司有相关的 但是你有另外两个工作经验 可能是比如说学校里面做tutor 那他跟你现在找的那个工作没太大的关系 或者是你比如说在我们这边做导师 这样的工作经验 你可以写成一行 就是一个description就行了 就是写一个叫previous work experience 或者是你一个other work experience 就是不跟你的现在找的那个工作 特别相关的一个 experience 那没有必要写很多blay points 去说你做些什么 只要说你有做就行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缩短你简历的那个长度的办法 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reference reference这件事情就是说 一定要写 available upon request 千万不要怕 那个谁给谁 还有电话号码都写上去 因为一个是不要让那个hiring manager 在没有跟你确认任何东西之前 他们就直接打电话给他们了 还有就是说 当你找到一个工作 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要考虑你的时候 你再去跟那个refery讲 你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他们可能是这样 他们希望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根据他们那个用人单位 想要找那个人 你去跟那个refery说 他们要找到怎么样的人 然后你在这一个方面 给我讲一些好话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需要prepared 不是说那个refery随便跟你讲一通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所以说我觉得关键点就是说 一个是顺序的安排 就是第一页 那我觉得这个我很难说 我给你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order 那我觉得这几个点 你们一定要就是考虑到 还有我觉得就是按照每一个人 要找十万的工作 还有你的工作经验 然后我们再去看具体每一个人 怎么样去安排这个顺序 然后就是格式啊 格式我觉得大家最好是用PDF 转化成PDF的格式 然后自己check一下这个页面是不是 对 就有的时候你会一个工作 比如说一个title在第一页 然后work experience全部在后面 那就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安排一下尽量就是你比较完整的 就是每一页 然后就是语法和拼鞋 那这个一定要反复检查 完全不能有任何的错误 好吗 那大家这个格式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要说一下一些雷区啊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我刚刚我那个 work interview 特别讲了很多简易的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少写 而是要把你之前那个工作经验的 跟你后面要找到那个里面 你看你的重合点 你要把它贴上去 要扯上去 对 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个雷区啊 就是潜在的诗分项 那不一定这些项目是你肯定会失分 肯定会不要你的原因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方面 首先我就觉得很多同学 可能他们不是直接在澳洲读书 然后工作 他们有很多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他们的很多的一些 internship都是在中国 那他们就写的很清楚啊 我今天我是在什么北京啊 在China 我在上海China 这种地方工作 那我是觉得你只要写公司名字就行了 千万不要把自己在什么地方的工作经验 写上去 不要太诚实大家 那你在中国工作 你可以想要说 我这是在中国 那你现在在澳洲找工作 你不是在中国找工作 所以你在写工作经验的时候 不要写出地名和你的公司的country 因为有很多公司 他可能在澳洲也有 你不要强调这个 那我之所以今天列出来这些 我要讲一下 是因为大家要了解 澳洲这里本地的公司 他们是怎么选择candidates 他们是怎么样招人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要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然后你把自己变成他们想要的人 这才是增加你的命中率的办法 对吧 所以你要很清楚 这边的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 这边人他们喜欢的就是 在这边读书 或者是在这边工作的人 那你比如说这里有 那个degree 那就是好的 就是他觉得你是这边的人 你要是有这边工作经验 他觉得你也是很好 因为你了解这边的文化 所以说他们是第一选择 比如说他们只想要这边的人 他们有可能找 那前面早上 就是早上 就前面Steven他就是 在中国工作经验很强的 然后在这边找个工作 就是我说是in general 大部分人来说 你要增加你的命中率 你要不要标自己是 别的国家过来的 然后第二点也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有很多同学特别诚实 他说自己是没有PR 这里是我是walking visa 这个也不要写 没有人在你投简历的时候 除非他在投简历的时候 问你我一定要PR或怎么样 如果不问 你在投普通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写自己 是什么样签证的人 不要此定无垠三百两 我们最重要是有面试的机会 让别人看到你 然后他们看到你以后 他们会决定 他们要不要你 有时候他们可能 很难找到一个人 他觉得你很好 他们可能会留你下来 给你sponsor都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是很普遍 我的圈 因为我是做data嘛 然后我的圈子里面 包括我现在的公司 我现在NNJ工作 我自己的team都有很 有两到三个人 都是公司sponsor的 所以说这PR并不要给自己 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设这样一个门槛 设这样一个限制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 还有第三个 就是用中文的名字 因为我看很多同学 他们有英文名字 但是都把中文名字写上去 这个也我觉得也最好不要 如果你的中文名字 是很难被外国人pronounce的 那我觉得你一定要 起一个英文名字 那你在写简历的时候 就写你的英文名字和你的信 不要去写那个 很难pronounce的那个中文名字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他没有办法 读清楚你的名字 他会 可能他就记不住你 比如说他看了很多 他可能把你给忘了 我觉得这个点大家要考虑一下 另外就是掌握的语言技能 就是说有的同学喜欢写一个 language skill 就是说我还懂中文 我懂 我也懂 Cantonese 我懂什么 Mandarin 这种 我觉得也不用 除非你要找的一个工作室 他比如说要求你 懂 Japanese 你要懂其他的 比如说 French 你要懂其他的 他强调了比如说 这个工作你要懂中文 那你可以写一个language skill 说我懂 Mandarin 我懂 English 不然你就不要说你自己 不要去讲这个事情 就咱们不要体现自己 是一个非澳洲本地的人 对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就是一个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这个 可有可无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吧 除非这个兴趣爱好 跟你这个工作 特别特别相关 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没有 你不可能说我 兴趣爱好是写码 对吧 我的兴趣爱好是 有的人会写 我喜欢什么 有的些人写的兴趣爱好 别人会很吃惊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雷还是不要吧 因为每个 每个 HR 他们也自己的想法 他可能不喜欢 你的这个hobby 他可能就不喜欢你了 那你千万不要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懂 你喜欢音乐 说不定他不爱音乐 他看你 他就不要你了 很有可能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兴趣爱好 跟你的工作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主要是觉得 因为我之前 也跟 在公司里面 他们也是说 兴趣爱了一大串 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 不要写 就是一切的废话 都不要写在你的简历上 尽量让它越短越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reason for living 我看到国内 来找工作的同学 就会写这个原因 这个千万不能写 这个除非你 这个你 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大家去面试的时候 你要准备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之前那个工作 但是你绝对 不要把它写在显密上 当然这个 在那个面试的时候 你也要想一想 你reason for living 到底是什么 不能complain你的team 也不能complain你 这个行业有多糟 或者是有多难找到工作 所以我想转行 比如说这样 有些同学转行 他说 我实在是找不到 那个工作 所以我不想转了 我要转 或者说我们team太差了 我要转 所以说我觉得 reason for living 你可以说 我是说面试 不是说简历 简历不要写 然后你面试可以说 比如说 我想要 border knowledge 比如说business knowledge 或者是我觉得 我想要更多的 比如说在technical方面 我需要有一个improvement 然后我觉得 我现在的knowledge 可以transfer到 我新的那个role里面 然后呢 我可以对自己的一个 长期的career有帮助 尽量说一些 比较positive的一些原因 就是你要转好 但是不要写在简历上面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些同学 喜欢用那种网站 自动生成的简历模板 那这种模板呢 我觉得是挺好的 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 一个order 就怎么样 要就是很清楚 就是你直观的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section 是写些什么东西 但是呢 它的那个顺序 可能你不一定能够调整 然后呢 就变成了你好像 第一页就放了一些 不是太重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work experience 可能比较重要 你就变成了第二页了 那你可能 那个有些同学 比如说他想转行 他的那个 degree 并不是跟他要找的工作相关啊 他可能又被放在第一页了 那又会有很多减分 或者是不一定加分的项目 会被列到了你的第一页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 如果你要按照他们那种简历模板 那你可以自己再安排一下那个顺序 但是不要直接 就是生存他的那个模板 来投你的简历 还有最后一点呢 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页数太多 段落太大 我是建议每个同学 就是我前面说 就是说不到 最好是两页 不要超过三页 如果说你的段落太大 也是没人看的 所以尽量是写 比较小的 简洁的bollet points 然后呢 每一个section 就是你写的比较清楚 section 就是说你最好有一个 有一个水平线 然后把它隔开 比如说这个是education 这个是skill 这个是你的experience 这个还蛮重要的 就主要让他们 比如说HR或者是hire manager 在往生的时候 把你留下来以后呢 他们看你的简历 就一眼可以看到 他们是不是要你 还是不要你 额外我想要提的这个点呢 一个是个人信息啊 前面我有看到有同学 个人信息 我觉得只要写三个就行 一个是你的名字 第二个是你的 电话 电话前面一定要写 我前面看到谁 没有写mobile number 只写了一个number 我前面看到有个人是这样 就是你要写mobile number 然后冒号 然后写一个mobile number 我就这么说 那么直接 然后那个number 必须前面四位数以后 要有一个空格 或者有一个点 然后在三位数 后面有空格 或者是有一个点 一定要隔开 不要把整个number 写成一串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加分 像如果你在投机简历的时候 就是对hiring manager 是一个分众 你不要最好是有一个 就是分隔 开让他知道你是 你的电话号码是四位 三位三位这样 这是一个小的点 那第一个是写名字 第二个是写你的email address 第三行你可以写的是 这是看你自己 你要不要写 你可以写linkedin那个link 或者是你也不写 你linkedin没写好 没写得很好 你不要写linkedin的那个link 你就不要了 你就姓名 电话号码和你的email address 然后千万不要写地址 家庭地址别写上去 家庭地址千万不要写上去 因为我有听到过比较 差的评价 有一些中介就不太好 你知道吗 也有可能你的地址会被泄露 会造成有其他的问题 不要写家庭地址 只要写你的名字 你的电话号码 还有你的email address 我觉得就够了 linkedin那个link也不一定要写 我觉得看你自己的情况 对 然后呢 这个最后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你按照你的 work 你的那个工作 你要找什么工作 你就要写什么样的简历 比如说你平时可以写 有时间可以写一下 你一个basic的一个简历 然后在你的basic简历上面 做一些修改 那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看你的工作是要求你什么 然后你把自己的一些experience 还有你的skill 就写成他想要的人 那你写的时候 你在work experience里面 你如果想要往他要找的这个人上面靠呢 你不能直接抄他的jobless culture 这个也不行 你一定要就是 自己把它改一改 用你的话来讲 按照你过去的experience 来写成他想要的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 让他觉得你是他想要找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如果找一个工作的话 如果你是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 然后你想要找一个不一样的 那你要觉得你自己 你在简历上的体现 跟他的相似都应该在50% 就是说你至少有50%的地方 是跟他想要找的人是一样的 然后50%或者是 我觉得50到70吧 还有50%到30%的地方 是你在新的工作中 你会学到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要taylor your resume 而不是直接拿自己这个简历 去到处投一样的 不一样的工作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 然后我最后想讲一个是 我想讲的是一个 OK 我想讲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简念 这是我网上下载的一个 比较适合初学的 sorry 初落职场的一个简历模板 那这个模板呢 我觉得还不错了 它是比较清晰的写了一个 一个audit 就是一个主要的那个 covid和order 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一个 professional summary 就是说我说了一个 找 Coming Objective 但是看起来有点多 我觉得可以再少一点 然后写完以后就写一个 call for education 或者是写一个skills 那这里我就可以写一个skills 因为它下面已经写了 authentic qualification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authentic qualification 那我觉得第二个 第二个可以写一个 我说的一个skills 那可以写一下你的 你的 你的 专业里你有关于一个skills 还有一些 stable management 你的process improvement 还有你的一个 比如说你的一个 比如说interperson 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facilitating 怎么样 facilitating 一样的那个meeting 或者是你可以跟 不一样办法 能打得了 就是写一个词组 这样大概写个六个左右 六个八个十个都行 就是看你自己有多少 然后就是很重要的是 就是说walking series 他可能可能比较 就是比较强调一个quantation 因为他可能 就像我们学生很多 就是说他没有太多工作经验 就能把自己的一个project 可以先上去 相当于一个像quantation 在你家有关的 比如说你的 你的 你的一个degrade 和你相关的一些project 可以写在这个中间 比较会 就是你的注意点 就是你的注意点 用那个hiring manager 注意点 比较大的一个去 中间那一块去 可以写你的project 做了什么 你的achievement 然后写你的 你的那个任何的就是你的finding 之类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就是一个walking series 那如果同学是walking series 占优势 就把这个写在中间 或者下面也写 但是就是看你自己是找一个什么工作 walking series 我前面说了就是说 写一个bully points 然后就不需要太多的就是五个 三到五个 然后写一个achievements 最后就是说 可以写一个 我前面说 写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工作经历 还有许多的reference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圣语 具体看你的工作 和你自己本身的一个 一个过去的经验 和你的你想要突出的点 对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今天的那些ppt 到周围是分散到虚拟的 讲完了 好 好突然 等一下 别说了是吧 我想补充一下金妮老师的就是几个点 就是我今天看到有一些是朋友是从国内刚过来是吧 以及国内有多年工作经验的 然后这个地方好像老师刚才没有提到 我也不知道斯蒂文老师没有提到 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澳洲很有很显著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 over qualified 你有没有听说过 听说过 over qualified 因为像我们的之前我们活动知道我们教人还有非常厉害 锤姐 跟斯蒂文老师 他们在澳洲求职的时候 一开始都隐去了一些非常高抬头的position 给D做了个降级 因为他们在国内都是外企或者是非常大的企业的manager Leader 但是你换了一个环境以后呢 你是没有办法拼几款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D降级 就包括锤姐她是由博士的学位和博士的东西 对 如果你是你在国内可能是一个中级或者高级的人 你想来澳洲找一份junior等级的工作 说你一定要注定你的qualification 或者你的经验是over qualified 这个时候HR会认为你是干不久的 你只是想跳 当一个跳板 你不能让人家有这个感觉 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说 呃 今天第三位嘉宾的话 是我们之前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家人会做一些培训 跟一些不同的业务 他是我们的数据全球班的一个学生 非常优秀 然后 毕业没多久 就拿到了一个Malban本地的全职offer 然后呢 让他来分享的话 是想通过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分享一下求职方向的一个经验 因为 其实呃 每个导师讲出来的topic 都有很多的借鉴作用 那每个人 其实 individual都是不同的 那么 大家都要去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今天没有讲啊 其实我经我接手了很多学生的case 然后我这边也是江人Malban的负责人 我负责很多东西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是 嗯 你的简历拿出去 或者你在给interview的时候 你要反复的去问自己 如果我是老板 我看到这份简历 我会不会想叫他 我是老板 我看到这份简历 我会不会想去让他来面试 然后我是老板 那我听到了这一个问题 他的答案 他有没有吸引到我 让我继续问下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反复问自己 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简历 或者摩托尼特view当中的不足嘛 那么我们现在 呃 呃 有请我们的教师同学 来给大家对他的分享 可以 好 OK 首先各位大家好 我叫Josh 然后非常感谢Steven 和义务姐姐 就是给大家的分享经验 然后对我而言也是受益匪险 嗯 因为作为一个出入职场的新人的话 嗯 我希望在这里站在的角度 是带给毕业生 或者是刚毕业的同学 呃 或者是还在读书的同学 一些 建议和我走过的弯路 我希望你们绕开它 然后 有一个show cat 然后自己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 然后首先介绍我自己 我是 毕业于阿德莱大学本科计算机科学专业 然后是 在毕业之前没有任何的本地的实习 或者工作经验 然后也没有PR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的成绩是 应该是credit的成绩 就是GPS大概是在 六十五分左右的 然后 然后在我的 这半年的求职 时间内 我应该是透过有超过五百封的建议 包括了一些像LinkedIn的 Easy 虽然也不是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确实 有走过很多弯路 在这方面的话 我希望就是能给大家一些建议 然后不要去尝试我之前做过的事情 然后如果大家都试过在seek上投过节目的话 然后seek的话会有一个update的email 然后会给到你的email 就是你的自己的邮箱 然后我收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封 就是首先第一条是我没有满足他们的签证要求 因为我是I'm holding the graduate working visa 所以 虽然我现在是有资格去申请了 因为是职业评估要做 但是在之前的话一系列的过程中就是 这一条是一直伴随着我 就是conquest 很多很多的就是工作和JD 然后给我的tbi都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条是你的希望的薪水 因为在我毕业 应该是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就收到我们阿德莱的一家华恩公司 做一个是健身的软件的后台工作 我在那里实习 实习了差不多两个多月 然后那个华人老板可能是因为funding的原因 然后给了我一分就是很就是我觉得 对不起我自己的价值的open 你们知道 然后因为我进那个公司是通过朋友的refer 然后也是很很很顺利 我也没有觉得是说我跳出来 我说我再去找找别人的工作 我肯定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 然后但是我从那里跳出来之后 我发现根本就是找不到在阿德莱的话 因为首先是没有network 然后其实就是自己的水平没有到那个定步 所以我失去了那个机会之后 而且当时跟老板也是吵得比较降 然后以至于我后来的姐弟 都直接把那一带给删掉 然后而且我也没有写到我的任何的像命运 或者是简历上 然后就这样 开始了我的求职的这个在阿德莱找 然后在阿德莱的话 不像现在这么多学生 你们这样很幸运的 在这时候就已经知道怎么去求职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而且我当时更多的关注于是国内的求职 然后我有拿到国内的一些offer 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我选择留下来 所以我正式找工作大概是在去年的11月份左右 然后我就不经意间就通过我的校友 然后是也是叫人的EV导师阿布特 然后他是在NNZ担任Data Engineer的职位 然后他就是推荐我来进入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课程 然后是叫人的数据班 然后我当然不是说我找工作是通过这样一个数据班 我就可以找到工作 这不是一个guarantee 所以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确实是可以扩展我的 首先是skill set 然后就是可以扩展我的经验 然后这样你才有东西写在你的简历上 我刚才有看到过一些同学的简历 确实是很空洞 但是说实话比我刚第一份简历 我在澳洲毕业后写的第一份简历还是要好的 我当时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写 我是拿着一份只有尤其仅有的国内的工作和经验 就是工程项目管理 是在三一中工我的家乡长沙的一个工作 然后和学校里面尤其仅有的一个project 是做机器人的一个项目 然后那个项目是做分布式系统 然后做的是一小部分的图像处理 但是我就拿那样一份就是通平稀臭的简历 我去找testing 我去找software debatter 我去找web debatter web design 我任何简历都去投 然后这当然就是回应了了 就算给了也就是说有没有机会 或者是一个中介小朋友你谈一谈 然后他们也给我的反馈就是说 你要重新写简 所以这样契机我来到澳洲毕业 我就从澳洲毕业就搬到了摩本 然后在这个课程中我就是主要是学习 就是data science有关的东西 然后其实本身的话我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是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了解 虽然我有学AI 学big data mining 学一些关于数据的课程 但是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概念 确实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然后在这个课程中他就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教了我们有coding的基础的coding 有基础的data science的算法 linear regression classification 然后大数据有hadoop和spark 然后这也是我的学长在教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有做一些实际的项目 然后我们有 首先这个摩本的city console parking 这个项目是我自己争取 然后和我们一个导师 去RMIT大学去做的一个生殖项目 然后包括这里也有我的之前的项目的同事 然后这个项目确实也是在我的简历中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之后基本上任何的面试中也都会提及到这个项目 因为就是属于我做的最久的有关数据的项目 其次是一个扒充项目 扒充项目是针对比特币的价格预测 然后当然因为比特币的影响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回归 所以更多的是一些量化分析吧 然后最后是一个cargo竞赛 然后cargo竞赛的话 是一个data science的数据竞赛平台 然后在上面的话也是拿到了 做了两次吧 都拿到了前30%的成绩 然后这是什么level 就是contribute 应该是因为它要一个铜牌 一个就是半值十几吧 四七这样子 然后我想讲的是就是 作为一个毕业生 我们应该是要做到什么准备 就是在应对我们即将给大家的open 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准备 首先要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优势 兴趣是什么或结晶是什么 我刚才有看到朋友想做web design 或者是想做software 但是他们都没有自己一个明确的方向 因为你找一个简历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是把一个东拼西抽的东西 make up一个resmix 让我投地到我海投任何公司的投 但是这样的话 HRE也能看得出来 你自身的定位也都不清晰 我为什么要这样 是不是 所以我要了解到我要做什么 我当时是想不要做data 我是想做data analysis 然后我就投很多data analysis的工作 然后我是说我想偏 技术型的data analysis 然后我就会说 我会 data virtualization drill 然后我就自己学了 像tablo power bi 这样的一些可视化工具 然后 因为你只有对自身有一定的了解 而知道自己 什么是感兴趣的方向之后 你才能去接触到这一行 你才去签下心去学 我要做什么 我要这一行 他所需要的 就现阶段 最流行的是什么 我才要去了解到这些东西 然后你自己给自己一个计划 你在什么时间内 你要完成什么样的网课 或是你要完成什么样的项目 你要给自己定义 这样一个目标 然后也说了 你在了解自己的定位之后 你才能去找那些JD上面 你去看那些skill 你满足多少 你不满足的东西 你是不是可以快速的速成 或者是你了解到一定地步 就可以去找工作 人家对你这个东西是一个bonus 是一个plus 还是一个是硬性刚需的要求 你这些都要自己清晰的了解 然后 在找工作 我也有很多人抱怨说 我找工作 我写tablet 我一天我写诗分 然后从早写到晚 我没有时间学习 我没有时间去找工作 或是我没有时间去 就是我花时间上找工作 我就没有时间去学习 你要如何去平衡你这个找工作 和学技能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的话 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技能 或有一定的实力之后 你才能去投你觉得我心仪的工作 你不能说我 我只是去试试水 然后机会都是留个有准备的人 你首先要保证自己 你对这个你想投的行业 或者你的职位 你有一定的把握之后 你再去做 你再去做 你所需要做的准备 你再去做 然后你refery 你这些东西 你都是在你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脑海里有一定程度的就是了解之后 你才能去做 然后因为我是在毕业之后 离我早工作大概有差不多五个月的gap 然后我是如何去填充这一方面的时间呢 因为有些人说 ok 我的简直上写的 我是2018年年底居业的 但是我 我现在2019年了 我都年终都到finance 业了 都已经七月份开始了 我有七个月的gap 别人问你是干嘛去了 你要自己 在这个gap上 你要自己去充斥它 你可以去说我去上网课 比如说我可以去做小的项目sap project 我可以做failancer 我如果是找web 或者找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专业的朋友 我会去找事情做 但是一定要把它往你想做的方向去写 有些人说我之前的经验是做什么的 然后我之前做那个机器人 我们是纯写coding 然后写document 用加把写那个 但是我在我的简直中 我只是把它对数据有关的那一部分 我保留了下来 我怎么做数据传输 我怎么做图像处理 我这一部分保留下来 然后我是把我怎么写document 然后怎么和我的client交流 这一部分也保留下来 我其他的一律我都删掉了 我觉得只有对自己有一个清楚定位之后 你才能够在应对你的面试 应对你的接下来的任何就是 不管是他们给你的home walk 或者给你的任何的就是online assessment 才有一个准备和一个清楚的认知 然后的话是我想要提到的 看一下啊 然后在写那个简历的时候我想说的是 如果想找data方面工作的朋友 就是一定要遵守简历的door point 要满足一个data life cycle 就是说我从数据的最开始 我怎么收集这个数据 我怎么拿到数据之后 我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析 做一个EDA 然后我做一个data cleansing 然后到我放到模型里面 我做Motionally 然后再到我知道 可能是中间会 在工业环境中肯定会写 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会写一个data quality report 然后我们会写一个data summary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再到我们的report layer 到report layer我们会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我们用Power BI 我们用SSRS 我们用table 然后到我们之后面写document 然后我们和客户汇报 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流程来写你的简历 然后放在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 才能体验出你是一个professional 不然的话你冬名气臭 我说我最开始我就直接开始Motionally 你凭什么 你没有一个pipeline 别人就觉得你是在你之前的工作 或者设计中 你对你自己的做过的东西 你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你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我非常请你来的 从事这样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 不管是做什么行业的 一定要是说 我要满足一个life cycle 我要清楚的从端到端 我要这样写下来 然后这样的话 虽然你可能HR面 它看到你满足一些skill的要求 但是你到了你的technic面 的话就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满足这样一个流程 来写你的resume 然后这些网站的话是澳洲 应该是比较 我不能说主流吧 应该是囊括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找工作平台 然后像Jorrod 这个最近打广告是特别火 在火车上都能听到 然后我个人的话用的比较多的是LinkedIn头 因为我自己有完善自己的LinkedIn的平台 然后其实不能说自我完善吧 就是说我会借鉴一些有经验的 或是行业内比较资深的人士 我看他们LinkedIn怎么写 我从他们的LinkedIn的profile里面得到灵感 我去改善我的简历 我去改善我的LinkedIn的这个主页 然后在其中的话 我现在的工作 其实是在他投出来之前 没有发任何JD 也没有任何的 就是说 就是没有任何的内容 我是直接去找了这个公司的HR 我跟他聊 我说这个公司有没有满足我的职位 然后HR是给我了面谈 然后经过了三轮面 是拿到现在的职位 是我就是完完全全 从LinkedIn上跟别人 就是从聊天开始得到的这份工作 然后其次我想推荐的是Glassdoor这个平台 Glassdoor的话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会 我之前有念过几家大型的公司 然后Coderra是其中之一 然后这是做MapReduce 然后有了解大数据的人 就知道现在应该是属于 世界第一的大数据管理平台吧 应该是 然后他们就会有超过上百分的 对这个公司 你之前面试 或是你之前的 你的这些candidate 或你的雇员对他的评价 然后他也会有interview的分享 然后我当时投的那个工作 就是这个Customer Operation Engineer 就是给你接电话 然后对面的人对我们公司的产品 他们是用大数据的框架 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要及时告诉他怎么解决 然后是一个类似于IT客服的这样一个工作 但是你它因为是偏技术型的客服 所以有一点就是IT support的性质在里面 所以他对你的所有的技能术 他要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就是在你的面试过程中 所以我就去看了Gastor这个网站上 他的这个interview 然后基本上 我这个职位是导致的最终面 就是我去见HR 因为他们可能是觉得我的口语 或者是任何其他理由 或者Culture没有满足他们 然后所以被刷掉了 但是之前我所有的技术面 或者我技术的面上面的 任何scenario的题目和我的 就是单独是Java 或者是有Linux的题目 我都可以在Gastor上面 找到之前有人做过 然后自己再准备 然后其实我要推荐的是LinkedIn 就是会员这个功能 LinkedIn如果你们开通了会员的话 你可以看到你们想投这个职位 你现在的LinkedIn的profile 你highlight出来的你的skill 你是在这个candidate中间 是你是排到前百分之多少 我的原则是 我只要排到前百分之二十五的职位 我就全部投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有投过很多很多的工作 然后但是面试机会并没有那么多 我总共大概是面了一十三家企业 就是有就是face to face 面了一十三家 然后拿到offer的应该是2.5家 我之所以说2.5家是有一家给了我口头offer 然后他们临时又把那个取消了 所以有funding的原因 然后另外一家是在首都康培拉 然后是一个DA的职位 然后也是因为我觉得不太方便 因为在康培拉我没有认识的朋友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那个offer 然后在简历方面我想 我刚才也看到一些朋友的简历就是说 我们在写自己的任何的project的时候 或者写我们的一些工作经验 不能用一句话就来囊括 我们需要有一个post setting 就是说我是怎么做这个项目 我从点到点 我有一个responsibility 然后我之后我会有一个result 我为公司带了什么利益价值 或是我这个产品 它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在之前的技术上 我包括之前做那些项目也是说 我在之前的就是base上 我有提升百分之多少的效率 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出来 虽然你自己可能不太清楚 这个值到底是多少 但是也要给别人一个感受 因为你去一个industry 他们是让你去创加价值 而不是说我做完什么就可以滚蛋了 我不可能说我做完这个项目 然后我的这个效率反而降低了 他们想知道一个更直观的一个表示 就是你可能给你的这个项目介绍一大段话 而反而这个作用不如你最后一个归类 然后面试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是因为面了很多家嘛 然后刚才有13家企业 然后包括就是第二轮第三轮后中面 加起来大概有20多次 不管是通过Skype 或者是面对面的经验 我觉得更多的是从最开始的面试前 紧张的到抖腿 然后到之后 我可以闭着眼睛开始说我的简历 可以讲个半个小时一小时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经验 或者是自己所学的知识和项目 要了解不能说背 一定要本乖乱死 就是心中有数 别人不管怎么考怎么问 你都要能应答如流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demonstration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IT的学生的话 你一定要show你的coding 你要把这些展现出来 你要把你的成果 我之前做项目的话 我会说有些东西是有policy 我不能把coding展现出来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结果 virtualization的那一部分 我画什么样的图 我写了什么样的viport 我可以给他们看 这样是ok的 你要给他们展现出你的成果 而不单单是口说无评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点是找工作中 我们公司在前两个月在招Java 然后我也问了Lotu 然后他也推荐给我们 然后很不幸就是没有被就是筛选到 但是我听到那个我们公司开发组的人 有谈到就是新来面试的人 就是到了桌面的时候有两个人 他们都是在对Java的话 有一定程度的工作经验 就是有我知道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女生 然后有两年工作艳艳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朋友 他是在一家跨国的保险公司做过一年的 donate的开发 然后他我朋友最终没有拿到我们公司的offer 这个原因我们的hire manager他有告诉我 他说我朋友对做machine learning的执念太深了 就是在我们招一个Java developer的时候 他不断的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做machine learning 因为我们是做一个产品 那个产品是我们公司是个做数据的公司 我们产品也是建立在数据之上 然后他说我们产品有没有 之后有可能我做machine learning 我做预测 但是作为在座很多毕业生 或者是junior的岗位来说 公司只要你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你该做的事情也做到就可以了 你不能说我有太多执念 我不能太过于aggressive 我想做什么东西 我要说出来 你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can do 你公司可能会 你去面试的时候公司会说 你在这个接下来的工作中 你将会做什么东西 你有些没有听过没有关系 你说我能做我能去学 你要展现出你这个 我愿意做我的safe motivation 或者是我的就是说我有 我有野心我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一定要告诉他我就是你们想要的那些 看你的 然后就是所有的经验 我可以就是可以带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在求是道路上能够顺利 然后找到自己心里的工作 谢谢 非常感谢 今天叫他来分享的 不完全是为了推销课程 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 像我自己的话 在Udemy上面也估计花了一千多刀买课 但基本上没怎么看 就是说 就是 然后 我这边最后想 大概有两三分钟的一个经验分享 因为刚才有一个小姐姐走了 然后她是跟我有类似的轨迹 就是我最早的话是读了商科 酒店管理 然后觉得没啥用 然后又想移民 OK 太机干不成对吧 没了脑子散不来钱 那么咱们就只能做IT 然后IT毕了业以后 都不知道IT是干什么的 然后GP也就那样了 就是坤山那边的话 我们是5-7 那么也就是平均分在65分左右吧 那个Gridure Program 也是不太可能的 然后做了很多的Project 学了很多课 都是Machine Learning Data Analyst 那些Data Mining 对吧 没一个做成功的 然后你也不能写简易套里去 OK完蛋 后来才加入了IT匠人 也是因为一场这样的活动 然后我认识了我老板 然后我说行吧 你过来实习吧 我对他说的是 就是Can Do 你让我做什么就够什么吧 对吧 然后后来才正式的就是听很多 大卡座分享 就比如说像Steven老师啊 锤姐啊 我们一些别的老师像Sam老师啊 或者龙哥啊 就是只有一个人领你入门了 你才大概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分享的一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们反映过 就是说如果在若干年以前 我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 肯定会改变我的联系 对 最主要是 我觉得在求职之前 因为我首先我不是一个 typical的开发 但是你让我讲 我是讲得出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百来号学生 我 你问教师 我会有时没事给他分享 求职的一些工作岗位机会 看到简迹够多了 然后网上看到很多阶级够多了 你大概就磨清楚每一个路线该是怎么去发展 怎么走每一个等级的人是需要什么技能了 然后我觉得在找工作时候 因为咱们这个活动的终止是offer收割机 那么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办公室 也找到自己的offer 那我觉得找offer之前 在改简历或者是准备interview 或者怎么样最早一步 我觉得是要做research 你大概要知道 我即将要找到这个工作 在市场上的数量是多少 对吧 就比如说我 关于data science 生理论定是从入门到放弃 对吧 做这个决定可能就一个小时 为什么呢 我零可以上搜了一圈 CQ上搜了一圈 我之前是布里斯曼来的 我坤士来做的就没个职位 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花时间进去做了 然后你得重新再做个事情 然后每一个岗位的话 一般都会有个入门的切入点 其实你找到切入点以后就特别好 去找工作 就比如说你是做开发的 开发你也知道大家分前端后端 对不对 前端 你做出来网站所见即所得 因为我老板那时候跟我讲的 就是说他在毕业的时候 来给人家面试官是20个网站 自己做的 一看就要了 因为做过 做过就是不一样了 那么后端可能你就去刷Lily Code 你就要去刷算法 去白板旗 但是澳洲的话 一般只有TI1的公司会要去刷白板旗 但是剩下公司的话 就可能是比较弱智的问题 因为像教师他们同一期的一个学生是 我们他是零基础转 转费他也不能说零基础吧 他可能是理工科背景 然后去了Telstra 做了一个人口外包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先入职了这个公司非常低的薪水 然后外包给他刷大伙 他也没来 然后他跟我说在之前求职经验当中 有一些老外的公司上来的是 问的很多逻辑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图片上你四个什么形状 下一个地图形状是什么 他测了好多题目 然后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做这个题目长大的 对吧 然后他拿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然后英国老还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让他上次再做第二遍 就是就是其实说 其实求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 但是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觉得只要充分的做好research 然后改好简历 然后你把genial的问题 interview的question全部都准备好了 然后我觉得你就大概有这个实力去找工作了 而且我觉得在澳洲找工作的话 PR一定是很加分的 但是没有身份其实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我真的认识周围很多人是没有PR 知道找到工作的 因为我们天天在那边想 讲啊炒啊189啊190啊10就是怎么样 但你去问老外的H4根本不懂 他只管你是不是有就walking right 之前我们在分享会上有好几个进到graduate program的去银行的 他们都没有PR就毕业就去的 就是说PR不要把PR当借口 就是说你求职的时候PR一定是有用 但是说不一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然后我们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稍后会把今天的有一些视频 可能steven老师最早的视频没有录进去 他喜欢走来走去啊 因为收音不方便 然后视频我们经过剪辑以后放到YouTube上面的 然后大家给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件的话 会上传到我们的群里面 给大家发给大家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兴趣的话 可以大家再互相探讨一下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回到这边结束了 在最后 最后 大家可不可以赏脸一起合个影 好就这样结束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